歡迎收看不囉嗦看董仔 有一位董梓涵小姐由於她的衣櫥的衣服實在太多了 所以說找來了一位個人色彩顧問 來幫這位董梓涵小姐看看她的衣櫥的衣服是否全部都可以保留 讓我們歡迎老師 我是特冷風格分析師Vanessa 我自己是取得JPCA個人色彩顧問的認證 還有海外認證講師的顧問 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幫董仔確認她的個人色彩 然後看一下妳的彩妝跟衣服有沒有適合妳 我跟妳們說 是因為韓國先有這件事嗎 可是我不曉得我的這個姿勢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大概兩三年前個人色彩在韓國非常的紅 然後再往前一點點的話 其實亞洲最早開始的是日本 所以JPCA個人色彩協會大概是在二十幾年前就開始做個人色彩的研究 這麼早慢慢紅過來就對了 了解 好 那我今天要做這個色彩學的部分 我本人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覺得我平常在挑這個彩妝啊 跟挑服裝我是買有一套自己的 但是不曉得我的感覺準不準 所以呢就要來透過老師有一個專業的比對 海莉等一下妳也要一起 我也要 對因為這樣我才會知道我幫妳買個衣服適不適合妳 外面找一個老師來讓我閉嘴 對 先把頭髮綁起來 頭髮的顏色還有頭髮的深淺度 它會影響我們臉的顏色跟輪廓 在做這台診斷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臉部的顏色 或是我們眼睛看到的顏色 它受到光的影響 然後也受到你身上穿的衣服的影響 所以盡量選擇淺色或是白色 在臉部不受強的情況下做診斷 這樣會是最準確的 好馬上第一個問題 所以白色應該是適合所有人吧 沒有 沒有分 Yellow Bay的白色跟Blue Base的白色 喔就是帶藍或帶黃 像妳身上現在的這個 它就比較屬於稍微偏米白一點點的 這個才是純白色 真的耶 那我們一開始呢都會先從 就是彩度高的鮮澱的這種紅色 看彩氣色就會更好 那我們現在也會依照我們說的 色相、明度、彩度跟清爪度 這四個顏色屬性 來一一的做說明 我會告訴妳是哪一個季節的色彩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組 這是Yellow Bay的紅色跟Blue Base的紅色 Yellow Bay的顏色它讓臉比較紅 青色比較均勻 顏色讓臉比較白心 但是黑眼圈好像變得稍微深一點 對耶 這個地方會突然變深耶 目前看起來有沒有發現 你用Blue Bay的時候啊 好像磅紅增加 Yellow Bay的時候 反而膚色比較均勻 這還沒有決定 好好 你們要在我們家看 那我們現在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提高明度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看Blue Base跟Yellow Base的區別 怎麼藍更白 藍一定會更白 但是Yellow Base還是覺得 氣色很均勻很綠色 這組色布真的相差就沒有那麼多 對 那我們現在用綠色跟藍色確認一下 這個是Yellow Base的藍色 我覺得這一塊看起來就會 精神蠻好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Blue Bay的藍色 糟糕這組看不出來 有 也可以的 因為很明顯 這個比較亮 外面的 比較白 好哪一個膚色更均勻呢 我覺得是這個耶 我覺得是這個 我知道了 因為你比較適合鮮豔的顏色 所以我今天要用比較低彩度的顏色去讓你笑 好 你才不會覺得我氣色都很不錯啊 我剛剛是一個被稱讚嗎 這邊是看起來比較健康 然後這邊看起來比較美 對 這邊很像這裡有打一盞黃燈 這邊就是可能家裡那個 綠光燈 所以對你來說 Yellow Base啊 它會讓你的氣色很好 很多人在做色彩診斷的時候 它的第一樣就是我一定要擺才好看 其實像氣色好的 讓你看起來都很漂亮的 那個才是適合你的樣子 第二個條件是我們說的 青色跟濁色 嗯 好 比如說 這個叫青色 它就是比較鮮豔的飽和的顏色 飽和 那這個是帶一點點濁的顏色 濁色的時候啊 皮膚會比較細緻 但是你的下顎線 它可能就不會那麼的清楚 顏色的合破不會那麼的立體 對 那我們現在回到中間 下巴線條有點跑出來了 有點跑出來了 而且你沒有覺得你的T字啊 還有你的顴骨這邊就亮亮的 有 那我們再看 青色 這裡是不是更明顯 會更小 最後一個呢 我們可以觀察 斗仔身上可以看到的是眼神 眼神在著色的時候 看起來會有點沒有辦法聚焦 有點累累的 累累 但是如果今天用青色的時候 好像比較靈活一點 大家我可沒有故意 像這樣子跟這樣子喔 我都是同一個眼神喔 那至於膚質的部分 相較之下 我會選擇青色 它會讓你的皮膚 會有光澤感更緊實 然後輪廓也會更好看 好來觀察一下 這組的青著色對你來說也會很明顯 這叫著色 著色 很亮耶 所以你一定要選擇 亮 青色的顏色 哇好神奇喔 我們說的彩度就是它的鮮豔程度 有沒有男生們 這就是紅紅紅 但是不同紅 就跟為什麼口紅要買不同的紅紅紅 一樣 這個是我們說高彩度的 高彩度 然後這個算是中高彩度的 對 低彩度的 很紅色 那我們現在就是依照 低彩度 中彩度 中高彩度 高彩度來做比較 高彩度就是會有一個 臉部的皮膚沒有那麼乾淨的感覺 對 因為紅紅的點點跑出來會感覺 對 就像你講沒有那麼乾淨 再來我們選一個彩度在中間的這個 是不是就很自然 對 然後再來這個是低彩度 這個臉就變亮了 變亮了對不對 對 但是有點太素顏的感覺 對 還有一個臉部的輪廓 但是它跟彩度沒有關係 它是跟明度有關係 這是一個高明度的顏色 中明度的顏色 有發現你的下巴 有 下巴 哈哈哈哈 我的手下巴好像跑出來 現在又不見 最後一個我們看一下明度 從在身上 第一個要觀察是你的臉型跟輪廓線 第二個是黑眼圈 對 這邊稍微有一點點法力紋的規模 對 還有最後一個是整臉的明亮 準備好了 明度低的情況 中低明度 明度高的情況 嗯 然後下顎線你的臉消失了 明度最高的情況 就是穿白色的情況 嗯 那就是臉型 不一樣的 中明度這裡是我覺得輪廓線 蠻好看的 法力紋跟黑眼圈又不會那麼深 所以我喜歡中明度 你看這邊立體 就是這邊有 對 然後下巴有線條 這邊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你是春季的個人色調 啊我是春喔 目前 老師看下來是適合春季個人色彩 那每一個客戶做完色彩成端之後呢 我們都會給一張個人色彩特質的表 所以我們確認你的個人色彩是春天 然後色相的話偏暖 明度的話呢 這裡中明度 也是中間 比較平 對 然後會比較大一點 嗯 媽媽 啊這樣子啊 你也要聽喔 好那我們一起聽 你是Yellow Base的顏色 你是Yellow Base喔 好 這是東在的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 交換了 老高換你 凱莉 你有做過個人色彩診斷嗎 No 我都自己的色彩診斷 自己怎麼做 適合就 就穿 就是喜歡的就穿 對我覺得適合我的 一樣我們會看四個屬性 這一次呢 會稍微快一點點 但是會讓你看出差點 這個比較懶一點 這個 就比較白這個比較黃 這個紋路比較深 對 然後這個紋路比較淺 很明顯耶 怎麼鏡頭上看起來還好 一定會有色差 但是在這裡看會非常明顯 對啊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會覺得 男生真的沒有那麼好判斷 有在包含的男生比較好判斷 或沒有在包含的男生 就是會 有時候會比較難判斷 對 角質比較厚 的 只是這樣的 UBE的 你比較白嗎 但是好像有一點點 會覺得反黑 這裡的話 會覺得膚色比較均勻 但整體有點泛黃 所以綠色不適合我 沒有 沒有快 我們現在在比較的都是 YELLOW BASS 跟BLUE BASS 我們剛才用綠色 所以我們現在用明亮的顏色 再比較一次 UBE太蒼白了 對 而且純色有點發紫 YELLOW BASS 確實氣色有變好 對 顯色感比較明顯 有些人很白 但是又同時反黑 為什麼 適合YELLOW BASS的人 他如果不小心穿到了BLUE BASS的時候 看起來就比較黑 他除了白以外 他反而還反黑 就是因為臉上方不夠 就會顯黑 這時候就跑出來了 我們現在用藍色來看一下 彩度低的YELLOW BASS的藍色 跟彩度低的BLUE BASS的藍色 這個滿適合我的 然後另外一個會讓我 就反黑的地方比較多 我會覺得YELLOW BASS的色布 會讓你的臉看起來 氣色很均勻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用了這一組的時候 看起來顏色比較沒有血色 接下來看青濁色 YELLOW BASS的對不對 青色的 有一點濁的 更濁的 紋路比較深 紋路比較淺 恩 我覺得有一點點濁的顏色 很不錯 如果全部都是青色的話 會覺得凹陷比較明顯 這個是我們的明度 明度越低的時候 髮定紋 黑眼圈跟豆拔會越明顯 但是臉的輪廓比較立體 明度中低 好像臉開始稍微變明亮了一些 再來明度中間 臉變明亮了 但是輪廓線變淡了 明度越高 嗯 臉會變明亮 但是臉會變圓圓的 男生我會建議明度低一點點 對嘛 因為男生的輪廓立體度很重要 但是我們不要穿全黑的顏色 我們可以穿中低明度的顏色 這樣子它既有輪廓 然後黑眼圈又不會太深 你知道我每次穿衣服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很有自信 不管什麼衣服我都很好看 不好意思 我們來看男生可以用的 秋天裡面啊 比較沒有那麼足的顏色 這個也不錯 這件我也有 這就是氣色好的顏色 所以海濱是秋秋天人 海濱要選擇偏暖色調 有一些中間色調還不錯 但是不要用很暖的 比如說很橘的顏色 再來明度的話 我們要選中明度到中低明度 這個就是四季的色卡 所以我們會有四個四面 四個季節 中展是春天 海濱是秋天 如果我們又看到一件衣服 我們要去看它是哪一個季節的時候 我們就看那是綠色 所以我們就去找綠色 你知道我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逛街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我在那邊這樣子 我適合 然後你又從那邊走過來這樣子 我適合 然後我們就直接對眼 欸 好 投給老師 現在我的這個更衣室的部分 有點小害羞 但我先問一個 因為像有一件我有爆色 就是有一個灰跟淺藍色這樣 那這種呢 這件還沒穿 這個也是Blue Base的顏色 但是至少你的上半身是比較淺的 所以你的臉紅紅的黃黃的 比較不會被影響 那給你挑一下 從你眼裡看到 好 我畫一看好不好 好 我先把顏色會適合的我挑出來 真的假的 唉唷 這件穿不下了啦 可是這件顏色真的蠻好看的 有 這件拍完照 我那幾張都很好看 來 我放一下照片 就是Yellow Base的顏色啊 我們就可以再去區分一下 它有沒有太鮮艷 這個一定比較鮮艷 對 比到臉上的話就會發現 臉的紅紅跟黃黃會變明顯 那如果我們選這個 就是它稍微淡一點點的黃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會蠻漂亮的 真的啊 你都是挑一些我很不常穿 然後像這個就是屬於 身材要好才穿的 哈哈哈哈 你看這個是比較黃一點 嗯 然後這1 2 3都比較紫一點 所以你更適合這邊 米森你這適不適合我 好難過 比如說像我今天跟你學完之後 我可能還有一些後續需要 請老師幫忙的 你們是有售後服務的嗎 我覺得它是要進入到下一個方案 比如說帶你去買衣服啊 還有帶我去買衣服 早知道我今天就是這個 那接下來 就是女生們應該也會很想知道的 你買的化妝品到底適不適合 好的接下來 看到桌上這些都是我的彩妝 這樣算不多吧 蠻多的吧 真的嗎 老師可能都沒有你多耶 老師一定是挑最適合的啊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評估自己彩妝 然後顏色有沒有買對 那怎麼樣很快的分彩妝色 其實是拿我們的這個色卡 這個給你 好 然後你可以跟著我這樣做 就把它反折 反折 這樣過來 然後你就得到彩妝的基礎色 這是Blue Bay的彩妝色 然後這是Yellow Bay的彩妝色 所以董仔比較適合Yellow Bay裡面的春季色彩 這邊的顏色 比如說我就比這個橘色一定是這裡 而且它還有一點細微的光澤感 對 所以這種青色就會蠻適合的 很適合 來直接上 上起來會比較沒那麼自然的 就是這種桃紅色 這個就是說的Blue Bay的顏色 好 那我一邊上一個 因為用背的顏色還是會比較自然 而且它會有任務 對 接下來稍微講一下就是 我們不是說彩妝可以分四個季節嗎 那像是在質地上的選擇 你就比較適合有多一點光澤感的 反而是不要用這種太霧的 如果全部都是霧面的 看起來就會很累 哇我好愛上霧面唇膏耶 那你就其他地方要更多的打亮啊 重新打亂我的思維 然後要重組 然後 好 OK 明白 我不曉得從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彩妝師說我適合臉上是帶灰的 可是以我剛剛色彩學 學完適合我臉上的 其實是要這顆 我覺得是要帶黃的 反而會比較跟膚色融合 你現在兩邊臉的立體度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 Blue Bay的色還是一個收縮色 所以這個是 Yellow Bay 我覺得會比較自然 然後這個是帶灰的就會比較 Blue Bay會比較收縮 這個是JPCA 它在講解就是髮色跟印象 我們知道個人色彩之後啊 我們還要去看出你的頭髮的明度跟彩度 是 比如說你的頭髮裡面啊 比較偏Yellow Bay的 這個橘橘的 它就會比較接近這個 這個實在是不好維持 你們知道嗎 真的不好維持 我覺得這個髮色 它是很有辨識度的 是 我覺得沒有到不適合你 是 但如果你之後會想說 我要有更 比如說氣色更好的顏色啊 就可以選擇這個 你可以稍微往這邊移動一點點 懂了 我今天算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驗 對不對 沒錯 就是從個人色彩 你適合什麼顏色 然後到彩妝 然後到彩妝 但是像剛剛看衣櫃這件事情是屬於 沒有特別開放 R.I.P. V.I.P. V.I.P. 你學完之後呢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 屬於自己的色卡 那你們就可以用這個去練習說 自己適合哪一個顏色 那老師這邊呢 他的IG跟臉書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看我的影片 然後也想試試看色彩學的各位呢 可以從我的這個文案底下的連結進去 你就可以得到一整套 完完整整 像我剛剛影片裡面 可能甚至剪掉很多了 但是你整個學下來 你會明白自己適合什麼 記得可以點底下的連結 去老師那邊預約 那如果想要跟老師 報名個人色彩學的這個學習的話 他們上課是屬於小班級的 就是一位老師會帶八位的學員 所以想報名的人都可以到 底下的連結去搜尋 當然如果真的真的很想要一個人 跟老師一對一 那就是另外思緒 講一下你的需求 老師還是可以依狀況 跟你們做一個結合跟合作 今天謝謝老師來 謝謝東大 謝謝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比如說你看到這液體 在搞不清楚 按掌 腳步會這樣子 不會 不會喔 它比較有一點水準 我覺得我比較正常 聽到了沒喔 比較不正常嗎 對 我再說下去 好 好